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酒魂焚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我们现在人一提到恐怖袭击 很多人就情不知 1988年12月21日 一架航班在索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追回 航班上25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 不仅如此 当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 狠狠地拿在地面上去 11名诺克比居民也死于非夜 史称诺克比空难 经过调查 此次事件并非意外 而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事件 那么究竟是谁策划制造了这起恐怖事件呢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疑云重重的诺克比空难 诺克比空难 为什么叫诺克比呢 是因为飞机爆炸在苏格兰的一个叫洛克比小镇的上空 这个飞机呢 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 它的代号是PA103 事情发生在1988年的12月21号晚上6点半 这架飞机呢 飞过苏格兰这个小镇 洛克比的上空 突然间退回 当时飞机上呢 总共有259名乘客 其中189名是美国人 这个飞机落下来 又造成地面上有11名苏格兰人死亡 所以加到一起死了270个人 就是机上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无一幸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总共死了270个人 恶性的飞机爆炸事件 这在当时会引起怎样的轰动 倒霉就倒霉啊 这洛克比镇上这些居民 这才叫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落 当时12月21号 我们都知道还有三天 就平安夜圣诞节了 这苏格兰小镇这些人忙活啊 就像我们过年似的 置办年货似的 家里得准备准备 做好圣诞树啊 蛋糕啊什么 弄这些东西 正这时候没有想到 晚上6点半 突然间上空掉这个飞机了 幸好呢 没有掉到呢 就是说大片的居民宅 而掉在这个诺克比小镇 有个新月广场 当时这飞机落下来 我们说这个飞机里头 储存了90吨的航空人员 你想这个爆炸的是 不惊人的效果 广场有几间房 瞬间炸没了 这一爆炸掀起的 巨大温度的热浪 一下子把人就给弄化了 就变成气体了 在新月广场 留下一个特别深的大梗 所以当时这个事 美国的飞机发生在英国地面的事 这时候英国出动了皇家警察 出动了大概1000名警察 又出动了600名士兵 干嘛 赶紧把这地区封锁上 因为出了这种恶性事故 得调查 什么原因 结果这一调查发现 这个飞机残骸 覆盖的面子大的吓人 都有多少呢 覆盖2188平方公里 比伦敦市还大 说为什么会有这么远的距离呢 再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这飞机在空中就洁铁了 就不是落到地面一炸 在四面的建开 不是 在空中的时候 它的机头 就我们说这个驾驶舱这个部位 已经和机身分离了 然后这机头落下来 落在这个洛克敏小镇 是一个教堂附近 然后这个机身呢 在空中它有惯性 它接着往前飞 飞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掉下来 正好那天刮西风 啪 把它落到这个新月广场上 爆炸了 所以它覆盖面积 2188公里 那么为什么它在空中就解体了呢 这是什么样的外力作用 促成这个事件呢 是不是说飞机机界故障 或其他原因实施呢 这得搜集证据 来了不少的居民帮忙 说这个方圆这么大面积里头 只要不是地上长的植物 不是石头 你建筑什么遗传东西 你全给我收集钱 有人说那死了那么多人 人的尸体 大家说得很惨 这一爆炸 绝大多数尸体都碎了都 但这种情况 你也得收集 这么白带的装证据 黑带的装试 搜集了很长时间 大概有几周 总算把这些证据都搜集齐了 然后当地呢 临时搭了一个勘测中心 就来检测这些东西 它是从哪来的 什么成分呢 飞机上有什么呀 当然最主要的 我们大伙都知道 就是飞机一有空难 咱们查的原因 一般都会找那黑匣子 那么说黑匣子 顾名思义是不黑的呢 不是 黑匣子是居红色的 黑这个概念是指着 悲惨伤痛灾难 用黑来形容 这个匣子本身是居红色的 为什么呢 这个匣子无论外力有多大 你很难把它粉碎 但是落下来 空难之后 咱为了方便找它 得用醒目的颜色 所以用居红色 和什么类色呢 咱们有的朋友走高速路啊 你能看到两边不是有那个工人 有说石头和花草啊 修个什么呀 就怕这个车离远了 看不着它 所以你看高速路上的工人 穿什么衣服 他那种工作马甲 就是这种橘黄色 也有橘红色的 你看着特别醒目 什么是黑匣子呢 它就是通过重金属和塑料混合 一个坚固无比的小匣子 这个匣子是个电子功能的 它可以收录飞机失事前半个小时的声音 它始终保持录音的状态 那么我们说飞机失事之前半个小时 足够这个声音能够解释飞机是因为什么遇难 所以世界上几乎所有空难的原因 都可以从黑匣子找到 所以后来费挺大劲的 把这个黑匣子找出来 找出来这里应该有录音 可是打开之后发现坏了 这里有录音是有录音 太短了 多长呢 180毫秒 有的朋友不知道 毫秒什么概念 毫秒就是千分之一秒 180毫秒就是还不到五分之一秒的 就你眨下眼睛都比这时间长 所以经过科技还原 就是这么短时间那什么声 结果就听到一个 让你听起来感觉毛骨锁完声音 就这么一声 那么也就是说 一定飞机上发生的重大变故 先破坏了电力中枢系统 接下来经过调查 又发现了证据 这不我们说 这个机舱在这个新月广场坠毁了 教堂附近有驾驶舱 驾驶舱里呢 发现了四具尸体 驾驶员 第一副驾驶 第二副驾驶 还有一个空间 这些人的尸体保存的相对完整 这驾驶员这手啊 还紧紧的攥着操纵杆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 在这个飞机失事的时候 这个驾驶员曾经很努力的保持飞机平衡 那么这有时候奇怪了 说这正常来讲 飞机上有应急反应系统 就出事了 它现在有个反应系统 比人的反应要快得多 居然这个反应系统没启动 那么这些证据加到一块说明什么 就说这个飞机在空中的时候 它的电力中枢系统已经先被破坏了 所有这些都失灵了 然后出的事 再一看飞机里头这个情况 这个原因一点点的薄剪抽丝找出来 就是里边有人引爆了炸弹 这个炸弹造成了整个飞机的电力中枢系统失灵 然后同时破坏了整个飞机的动力系统 这一爆炸 下水舱先盘出去了 然后这机舱接着往前飞又落下来 就说里头有人搞破坏 那这就说明什么问题 这次空弹不是机械原因 不是一般的事故 它是一起地地道道的恐怖袭击事件 1988年12月21日 一架航班在索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坠毁 航班上25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 不仅如此 当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11名洛克比居民也死于非夜 史称洛克比空难 经过调查 此次事件并非意外 而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事件 那么究竟是谁策划制造了这起恐怖事件呢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疑云重重的洛克比空难 好 欢迎您回到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那么确定了这个方向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派了大量的人来调查 因为这里头死的人189人是美国人 那么明显 这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既然有这个炸药做线索 调查吧 从这个飞机残骸发现 有个行李箱里头 有一个婴儿的服装 这个婴儿服装里头 有大量的炸药 那么根据这个婴儿服装品牌 一调查 找到了源头 找到了美国卖这家婴儿服装的店 这老板就回忆起来 根据这飞机起飞事件 说前两天有一个利比亚人到我这来买这个衣服 说当时天下着雨 他顺道还从我这买走了一把雨伞 这俩证据对到一块对上 为什么 那个行李箱的残骸里头不仅有婴儿套装 还有一把雨伞 一比对 这雨伞虽然已经残破了 但一比对发现就是那家店卖出去 由此目标一点点就锁定到利比亚人身上 然后再经过调查 目标一点点缩小 有人说这个十之八九是当时在美国 曾经执行外交任务 后来秘密又留在美国的利比亚一个情报官 他可能是幕后的主使 就是直接操纵整个事件策划整个事件 这个情报官叫麦格拉西 他当时有个副手叫费西麦 这两个人有重大的嫌疑 所以目标最后一点点锁定到他们两个人是谁 那么在此之前总共有三四家所谓的极端势力组织 有伊朗的有巴基斯坦的承认 这事是我干的 其实我们也经常听说这事 比方说某个地方出现重大恐怖袭击了 马上有个组织挑出来 某组织宣布为此件事情负责 其实这干嘛呢 就是这些组织都是极端组织 反正我也不想好了 我跟你对着干了 一有这事我先承认是我干的 扩大我的影响 吹呗 那么当时包括阿尔兰共和军在内 总共有四家极端势力组织 站出来说是他干的 后来一调查跟这四家都没关系 那么目标更进一步的锁定到利比亚上 那么为什么最终能确定这是利比亚人干的呢 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 像这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不可能能鼓动出这么大动静 这是因为在1988年之前 美国跟利比亚的交往达到了历史的并点 当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曾经签发总统令 对利比亚实行了代号为黄金峡谷轰炸行动 就在利比亚上空狂轰乱炸 轰炸这两个城市咱们都非常熟悉 前面随着卡扎飞倒台 咱们对利比亚的地理都很了解 一个是轰炸他的首都迪利波利 再一个是他重要的港口班加西 这次轰炸是突袭 结果呢 差点要了卡扎飞老命 所以卡扎飞躲过去了 卡扎飞的养女在这次轰炸当中死了 卡扎飞两个儿子都受了伤了 所以世界舆论普遍认为 这是利比亚有意识策划一次针对美国的报复行动 这么接着呢 国际舆论就开始给利比亚施养 但是卡扎飞不在乎那事 卡扎飞也不解释 所以这更加大家认定了 这个事就是利比亚主使 说你赶紧吧 把你那个两个犯罪嫌疑人交出来 就我们说那情报官麦格拉西和他助手费西麦 但是卡扎飞长期以来包庇这两个元凶 不往上叫 后来联合国在1992年 给利比亚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就是你要再不把他交出来 接受国际法庭审判 我们就要对你制裁 结果是卡扎飞给联合国回了一句话 就是滚吧你联合国 就你上一边去 没理你 你这还聊得公然蔑视国际的权威 所以联合国一看受不了了 何况是美国主导的 开会决定对利比亚进行制裁 这个制裁应该说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 他首先就说我们参加制裁的各方 要保证利比亚无辜的平民不受伤害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随时要对你展开军事行动 然后接下来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 这个禁飞区在这两年利比亚的事件当中 大家都熟悉了 禁飞区是什么概念 在利比亚上空不能有飞机出现 只有两种飞机可以出现 一种是人道主义援助 就你利比亚当地比方说缺食品了 缺药品了 我这飞机飞过来给你送食品药品 保证你平民不受伤害 这个飞机能进 再一个你完成任务 他不得撤离吗 撤离就可以了 除了这两样飞机以外 利比亚的飞机不能出现 就说利比亚的飞机飞也飞不出去 回也回不来 这种制裁连续持续了六年 你大伙想想 这六年利比亚经济得给封锁到什么程度 利比亚本来在非洲算是比较富庶的国家 这六年的封闭使利比亚的国内的重工业经济和一些这个其他的经济体系几乎限于崩溃 终于这个事持续了十年 到1999年 就是这个洛格比空难呢 已经过去了十周年了 卡扎菲扛不住了 因为再这么下去的国内就完了 所以卡扎菲在跟联合国交涉过程当中 联合国同意 说你这样 你把那两个元凶交出来 我们不在美国审 这不就躲开了吗 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 第三方国家 你在美国 美国恨死他了 那就往死了 把它搁到苏格兰 不就是空难在这发生的吗 就在这个地方审 得了这种允许之后 这卡扎菲妥协了 把这个麦格拉西和费西麦 两个人交出来 那么最后裁定的结果 一开始判这个麦格拉西 是无期徒刑 后来又改判27年 有期徒刑 等着费西麦 他有一些证据证明 他对这个事并不知情 把费西麦无罪释放了 这费西麦回到利比亚 得到英雄一般的待 把好几千人上机场去接他 那么这个事 到这儿 洛格比空难 受害者的一些家属不干 所以你这么大一个 幕后策划主使 怎么可能就是这麦格拉西一个人 那都有多少人实施这个事 当然在空中放炸弹 也可能有他们自己人 也给炸死了 那不用说了 说绝不止这一个人 怎么最后就他一个人顶罪了 很多人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的事还在后头 他进了监狱 待了八年半左右 到2009年8月20号 突然间苏格兰当地的司法系统宣布 把麦格拉西释放了 说不怕二十七年 怎么八年半就释放了 他的理由是基于同情 这可把这些气坏 你同情他 那我们这家属死了 谁同情我们呢 说这是什么原因 到那些一调查一问才知道 人家还真合乎司法程序 因为苏格兰的法律规定 对于这种犯人 有个特赦条例 就是有明确的医学证明 证明这个人 最多也就活撒月了 就离死不到撒月了 就我们常常谁谁得癌了 就活撒月 好 那这三个月 你就别在监狱关着了 出于人道主义 放回去 你跟家人团聚吧 说这麦格拉西 活不到撒月吗 有三名苏格兰医生 联合签署的证明 说这麦格拉西 得晚期的前列下癌 确定他活不撒月了 所以出于人道主义 基于同情 这符合苏格兰司法程序 给他放出来 后来这个事 很多人都不信 说不可能 说为什么呢 你看啊 签署这个报告的 体检报告的三个医生 不知道是谁 法院在颁布这个时候 也没提这医生是谁 理由是什么呢 提出来你这空难家属 都恨不得杀了这仨大夫 万一这危机人家性命呢 可是你不提出是谁 这就有可能死法造假 谁知道你怎么回事 而且最后的事实也证明 这事太奇巧了 把他放出来 这麦格拉西 可不是就活撒月 活了都快三年了 倒是2012年的5月20号 这麦格拉西才死 你算个 这是他一些空难家属 怎么能接受 接受不了这个事 所以这个事情 国际舆论 几乎没有人相信 说这是因为身体原因放的 什么原因呢 有人调查发现 所谓的国家利益 是高于道德 历史有时候是健忘的 为了眼前利益 可能很多以往的过往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 当时利比亚呢 正在跟英国谈个什么事 我们都知道利比亚 这个石油资源很丰富 各国家对他的石油资源 垂前三尺 都想在这分一杯羹 当时英国正跟利比亚在谈 你的石油 我拥有多大的开采权 而利比亚这个时候 就附加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我们这麦格拉西 给放了 所以这个事 拉锯式谈判 到最后英国对这个事情 实在是觉得特看重 我非得获得石油开采权 就以这个为交换 当时英国的司法部长 给苏格兰的司法法院的院长写信 就意思 你要把这事给我办圆满了 那以什么为理由呢 就以基于同情 剩仨院了 得放出来 以这个合适的司法理由 把麦格拉西给放 英国与利比亚的谈判 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在英国和利比亚的 囚犯转移协议中 不能提及具体名字 这涉及英国的国家利益 仅仅六个星期后 英国石油公司就和利比亚 达成了总额五亿英镑的 石油天然气开采合同 而这些合同的总金额 目前已上升至150亿英镑 英国与利比亚 也于2008年5月 达成了囚犯转移协议 不过斯特劳30号 否认了媒体的报道 他表示 英国政府在释放麦格拉西问题上 转变态度 是由于麦格拉西的情况特殊 所以这就我们常说的 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 你别以为这国跟那国打的人脑袋 都出狗脑袋了 可能今天这么打 明天双方有利益交换 马上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就变成喊一个号子 唱一个调子 穿一个裤子 扑一个褥子 这都有可能 那么当然 这个事情最受刺激的是美国 为啥 189人是美国人的 死的 你这么就把麦格拉西给放了 当时2009年 美国总统已经新总统上任了 奥巴马 奥巴马就对苏格兰 对英国 召告英国 说你们呢 千万不要干这种事 把麦格拉西放了 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再说英美两国是盟国 你这样伤害我们感情 可是英国人管那事 我确实有 你美国也不白给我 我干嘛 所以英国人没理他 奥巴马很没面子 接着奥巴马 用赵汇给卡扎培 说你这麦格拉西回去 你们低调点 黑不提白不提就得了 你别弄得大张旗鼓的事 你这不羞涨美国呢 结果没想到 卡扎培根本也没理他 那事 这个麦格拉西回来 机场上又是 好几千人去 然后这卡扎培 他的二儿子赛伊德 直接到机场迎接 热烈拥抱 当天晚上卡扎培接见他 把麦格拉西当成民族英雄 你说这不活生生 打奥巴马一嘴巴 所以这个事情 他的扑顺迷离 还没有完事 因为有很多家属 提出了新的遗 就说麦格拉西 有人私人侦探调查过 说他其实和这起空难的 没有直接关系 把他推出来 无非是个替罪羊 是为了遮住背后 真正的元凶 有人说真正元凶 是卡扎培的儿子 他的三儿子 四儿子 直接指使的这个事 当然这么大个事 咱们想一想 卡扎培不点头默认 怎么可能实现 所以国际舆论一致 当时很多人认可 卡扎培是真正的元凶 这是大恐怖主义的头子 当然了 这个事情 随着卡扎培家族的溃灭 也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 很多档案没有解密 这个事情眼下 就成为一个谜团 到底是不是卡扎培点头 甚至签字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个事 卡扎培本身是绝对脱不了干系 所以我是说 后来卡扎培在利比亚 遭遇到的 被枪杀的下场 也算是罪有名德 所以咱们民间 我一话 善恶到头中冷暴 只是争早与来迟 晚了这二十多年 卡扎培也没躲过正义的之所 恐怖911 本拉登如何制造恐怖 逃亡十年 本拉登究竟藏身 何处 总统大选 本拉登为何再次被提及 是谁造就了恐怖头子 本拉登 是谁猎杀了恐怖大亨 本拉登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恐怖911 恐怖本拉登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